大膽思索 繼續寵愛搞作 903 ID Club Manhattan 信用卡 敢作敢落 903 ID Club 滑鼠商店街 連續兩個星期都是夫妻檔 今天有Rio 和Stephanie Hello 兩位是時裝店的網店老闆 因為這個時裝店之前有一個pop up store 在香港一個旺到爆炸的商場 短期放在賣 我看到衣服很漂亮 我在Facebook看到的 我按進去就like了你們的page 才發現原來我們是有common friend的 但不知為什麼common friend 明知我那麼喜歡上網買 都未跟我介紹你們的店 這個店名字叫做R&C Fashion 為什麼呢這個名字 其實說起來有點漂亮 因為我是real 我太太Stephanie就叫做C 之後呢 其實我們有個隱藏的partner 她叫Trunky 剛好也是C 所以我覺得機緣巧合 其實不漂亮 因為我一開始 我按的時候 我還在擔心 是不是貴東西來的 哈哈哈 因為那個logo 和那個顏色的感覺 都覺得是一些高端東西 好像在淘寶上面的Terms 高端就真的貴 那我開始想 會不會買一些 超貴的歐洲東西 不是我看的 那為什麼click進去呢 完全就是 是我會喜歡買 以及已經看的時候 覺得很辛苦 又想買東西了 那因為呢 就是現在很Hit的韓國服裝 也有很多的 其實R&C Fashion裡面 賣的衣服 主要來源地在哪裡呢 其實我們真的全部100% 都是在韓國入的 嗯 開頭是為了什麼 無緣無故搞這間店鋪出來的 嗯 因為其實我們一向都想開店鋪很久 大家都知道香港租金 還有地段 因為自己不是很想去那些 一棟很多間店鋪開 那之後 突然有一天看電視 看到TLC台說網上生意 那個人很威風 做網上賭場 然後穿金大人 然後就叮一聲 就像著了燈一樣 對呀 那不如網上試試 還有可以24小時營業 對呀 沒有營業時間 我看中了這件 為什麼老婆喜歡24小時都買到東西 因為我平時 其實就算搭在床上 洗完澡打算睡覺前 搭在床上 都還在滾外國網 在逛街 看衣服 所以我覺得網店是可以24小時營業 我很喜歡這件事 那這個想法是老公先說 還是你有一天發現 咦 為什麼我們不開網 其實都是同步進行的 其實大家都很想開一間 用自己眼光去進行的衣服 但是 就像Rio所說的 租金真的太貴 而且我們兩個本身都很喜歡上網購 所以都是同步有這樣的決定 其實應該說自己本身都投資了不少 在網上購物 然後到最後發現 原來我可以自己賺回都可以 那當時買什麼多呢 都是歐洲東西 英國東西 甚至有時候日本東西都有 嗯 用不少錢在那裡 用不少錢 也有很多的 因為上網買東西的時候 我是很衝動 什麼都丟下購物車 但是按按鈕 好像沒有付錢一樣 而且很差勁 現在他陪了你的卡號碼 那些 是 兩下就已經完成給錢手續 對 女生我明白的 我沒有太遇過 網上買很多東西 你是不是也是一個消費者 嚴重消費者 嗯 他比我十倍 真的嗎 都是買衣服嗎 是啊 我貪美應該貪美女生 不少女生 我想他要十個衣� 這麼慘 那兩夫妻都喜歡買衣服 那家怎麼辦 剛剛爆了一個衣� 真的爆開了 真的爆開了 哈哈 到門檻買那些 對 那之前呢 兩位的工作 關不關時裝事 我一直以來都是 其實以前 從小到大 都是在高 fashion 做sales 和fashion advisor 那之後都 開過一下 幫indie band 做starring 做獨立電影的服裝 真的爆開了 真的爆開了 哈哈 到門檻買那些 那之前呢 兩位的工作 關不關時裝事 我一直以來都是 其實以前 從小到大 都是在高 fashion 做sales 和fashion advisor 那之後 都開過一下 幫indie band 做starring 做過獨立電影的服裝 嗯 嗯 sales人買東西之餘 自己原來都買不少 對 他sales人買東西的時候 是 不像一個sales 好像自己都買了 他是出名 跟別人聊天 好像是很enjoy 跟別人說 現在襯什麼衣服 他不像是在sales 所以是一個成功 成功的top sale 所以sales到去 去跌很多 哈哈 那Saveny本身的工作 關不關事 我本身是做美甲的行業 我自己是有一間美甲店 所以我現在都很free 可以和rnc去合作 嗯 而我本身 又沒有做過什麼 關於fashion 但是 跟Will 一起了那麼多年 就被他淘化我 哈哈 你不是會買sales給你朋友 對呀 你說得好 即是去逛街 他是喜歡看女裝 也有看男裝 是不是 也不是 我老實說 顏漢子 我都買男裝 哈哈 但是他會很enjoy 跟我一起去選衣服 真的 還有希望 會不會是以前 Stephanie 不是這個style 是你讓他變成 我原來是韓風 欸 我是女版vio 真的嗎 真的嗎 你的衣服已經是 想賭帽 要他穿自己的衣服 我想是一起相處得太久 越來越像 是啊 挺有趣 這個 我亦都很欣賞他的 fashion sense 那些 哈哈 突然聽到雙敬如斌 其實上RNC看 另一個很大引誘 是因為很多衣服是Stephanie做示範的 我聽眾看不到 但自己上去看就知道 我的標準身形 他穿的衣服 你完全覺得很漂亮 很想買 這個也是你們先天優勢 就是因為 下間店裡 已經有人可以在衣架上 穿自己的美衣服 一來省一點 一來省一點 二來的衣服有人穿 是差很遠 就是比你這樣掛 就看差很遠 你自己賣衣服 你也知道 那個分別 那在RNC裡面 因為昨天 就是做功課的時候 就在那裡看你的衣服 然後發現 糟了 真的沒有說錯 上面說 那些客人最喜歡買的 或者快要買完的 全部都真的 一看就覺得 很想擁有的東西來的 那入貨方面 你就選了韓國 但因為市面上 都很多人在做韓國 那RNC Fashion 是可以怎樣 令自己做的時候 有特色一點 或者跟別人不同 有一件事 就是 我們首先說過 很堅持韓國入 因為其實很明白很多女生 上網買東西 都試過 可能播不對版 看照片很漂亮 回來到 可能不是那樣東西 我們就永遠 全部都是回來 因為自己穿 再拍 全部都是實物的 我想信心會大很多 還有都是自己做 有很多風格 至少做到自己的風格 希望可以給到一些啟發 客人 韓國的東西是近年很熱 但在韓國之前 有沒有喜歡其他國家的東西 或者都超買超買 不如你說 英國 韓國支持人英國 對 因為我們之前在英國 在英國住過一段時間 我們經常都是朝快逼拿 完全不同風格 其實都有點像 其實很多韓國的東西 都可以做到 英國風味 例如綁件 帳戶 褲子 還有 有一件秘密 其實在開這間店前 有一段時間 我很抗拒韓國的東西 當時因為太喜歡英國的東西 覺得英國的東西 好像比人厲害 好像很潮 好像很潮 但當原來 我真的踏出第一步 去看一些有質素的韓國東西的時候 原來韓國東西 它有質素得來 甚至它的質地 或者它的款式 是比一些高品牌的實物更漂亮 我是令眼相看的 而我們很堅持一件事 就是 其實每個地方的衣服都有參差 每個國家都有參差 但其實我們兩個 真的很堅持去進入一些質地上很好的東西 我們並不會為了一個款式 或者什麼章價就課 去進入一些很參差的課 我們真的過不了自己的關 其實買東西精明眼 就是要經過日子去練回來 譬如韓國東西剛剛流行的時候 你突然覺得 每間店舖都由自己日本入貨 變成韓國入貨 就好像變成一個雙標 但問題當中又有很多 你到最後發現 已經連花園街都有 是啊 那還買不買呢 這個都會令自己覺得 溝到東西 那些貨都雜了 都不懂得選擇 所以會不會是要勁飛韓國 真的行街行得很刁鑽 刁鑽就不是很刁鑽 但真的要落足眼力 我們只是在韓國入貨 嗯 還有就是用眼 因為Wheel 我想說的就是 Wheel他之前不是剛才說 他做了很久 Fashion Advisor 因為他做過很多很多的高品牌 所以裡面是他 他也教育了我 質地的分別 或者質地的要求是很高的 所以我也看到 有時候看到他去入貨的時候 哇他真的 嘩 捉到別人的布 就是爛了 即場在你面前起步 就是在挑戰別人 是不是這塊布 是不是真的這樣 就是他很堅持 這件事 咦有沒有一些提示可以給大家 哈哈 提示啊 那麼 舉個例子 你們最近很興奮的就是潛水料 潛水料我覺得其實是很挺身的 即是你穿了的時候 你會覺得 你走步路也會挺直腰板 因為他不可以一塊二塊折起來 但這些布料對於消費者來說 是很新的 我不會 不是一個喜歡Fashion的人 不會突然買一件潛水料的東西 會覺得自己不適合 而且這個名字好像很嚇人 我一聽就說 哈哈 但現在是Hit的 譬如在選擇這些方面 你會怎樣去挑選 令到保證客人 就算不是老婆那麼好身形 其實他都會配得到 因為其實潛水料 它有一個特質 因為大家知道很挺身 他其實基本上可以幫你索造身形 Cutting是什麼 你穿起就是什麼 不會說 就是參加不齊的身形 都可以carry到 當然當中有說厚身一點 或者薄身一點 其實我自己 prefer厚身一點 因為薄的那些 很容易會坐兩下 就會有摺痕 那些 可能大家在街上摸到的時候 可以摸一摸 會不會拿兩下 就會起了摺痕 那就不建議了 你入貨的時候 是不是很厲害看別人的標籤 究竟他會用什麼料 他看 這個也是我學他 他會看那些潛水料 會不會追加多少Cotton 追加多少% 原來又追加多一點Cotton 原來他又沒有那麼多摺痕 就是很挑剔這些東西 店主挑剔 那客人就買得放心一點的 希望那件貨回來學的話 我都試過在網上買完東西之後 其實首先實物的料 沒有看相片那麼漂亮 就當然了 但是原來穿兩脚之後 很快就彎了自己 也不太高興 未必會回頭 那我猜 你們都不會想 那客人不回頭 因為我看到你們 已經很多人喜歡你們的Fans page 那下一節回來 繼續有Rio和Stephanie 講一下你們那盤 網上買衣服生衣 究竟有什麼好東西在當中 在哪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